禮拜一感谢各位继续收看继续上涨的禁蛇解盘 各位不要说我今天收了盘才知道今天会大涨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从5月4号当天我就拿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数图 当然我当时是把它遮起来 我说台北股市请你注意一下下 那一涨上来会跟这边的股市一样 哇让你受不了注意哦 当时才是5月3号哦 各位回头现在来看伦敦指数 各位来看一下 伦敦指数几乎要创新高了 甚至新加坡的海峡时报指数已经创新高了 印度指数也已经大涨了 巴黎也在这里巴黎也大涨 印度也大涨看清楚啊 印度也大涨啊 这个都在我们台湾之前就先涨上去了 你自己去查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再看一下这是5月3号 再看一下这是5月3号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情 请你注意 从欧洲会上涨 从印度会上涨 从英国会上涨 法国德国会上涨 最好赚的一大坡就来了 资金行情还没完 你要善于在最关键的时刻 善于所谓低档坐桌 善于所谓转身坐多啊 尤其利用所谓KED指标向上背离的时刻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今天上来不知道要跟各位讲什么了 我今天上来不知道要跟各位讲什么了 我只想跟各位讲一句话 不管你是上海股市的朋友 不管你是台湾股市的朋友 我再次用伦敦指数哦 注意哦 这都是5月3号 你看清楚哦 我说5月3号 那个上海就拉尾盘哦 这是5月3号 因为当时我们在5月4号早上 只有伦敦还在5月3号嘛 伦敦已经先涨上来了 甚至包含了整个欧洲的法国跟德国 全部都涨上来这一大波 我说当时他们涨上来之后 台湾股市在哪里 台湾股市还在这里啊 我说你不用怕 既然欧洲涨得上去 台湾一定涨得上去 所以隔天开始我告诉你说 请你跟对人 把握最好赚了一大波 亲爱的投资朋友 今天有很多做空的 上来真的是哑口无言 就算讲得出来的 我相信你大概也知道 都是硬拗的 你现在看看台湾的股票指数 跟我讲的事情是不是一模一样 我认为今天一开始要先跟所有朋友说 假如在这波行情当中 第一个你是空手的 第二个来讲的话 你很明显的 空手当然是杀到最低点的 第二个很明显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现在真的是被軋空的很受不了了 我请你赶快等一下赶快来找我 你真的被軋空到很受不了了 请你赶快来找我 请你赶快来找我 我现在话跟你讲得明明白白啊 我发指令的时候 就是全部都要 必须要全部跟上了 甚至呢 如果还继续在带你放空的 请你赶快来找我 因为这波行情会 嘎到各位没有办法想象的位置 甚至呢 有人说老师那今天果然又大涨了 跟你讲的完全一模一样 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 我觉得这么跟各位讲好不好 如果你这波行情已经连涨多少 连涨七天上来啊 连续涨了多少 涨了458点哦 注意哦 从10500点啊 涨到现在452点啊 408点也可以啦 总之呢就差2点了 3点就要上500点了 甚至后面还一大波要上去的时候 你说老师为什么后面还一大波要上去啊 连它都会涨 还给你减值来涨 连红海这么大的股票都会涨上来 注意红海这么大的股票涨上来的话 我只给你一个指标了 叫做KED指标向上准备 开始向上交叉 我问你一件事啊 那这个行情里面 什么股票还有机会 这应该是你要问我的吧 指数先涨上来了 而且我这么讲一句话 亲爱的投资朋友 指数涨到上个礼拜五 我说过一开始涨的时候 不要说你不相信 外资也没跟上 投信也没跟上 外资它涨上来的时候 它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台积电买太多 所以呢 你感觉外资在卖超啊 但是到了礼拜五的时候 外资也开始买进来87亿了 我觉得现在开始都没有理由 都不要说都没有什么可以反悔了 你也不要去找理由了 输家才在找理由啊 今天你只要问一句话就好了 老师下来买什么 老师下来还有什么股票有机会 老师我还有没有机会 这一点我觉得最重要啊 我说这行情啊 叫先嘎工再涨产业股 老师最近被动元件好强啊 老师啊最近矽晶元好强啊 那没办法啊 我问你一件事 这个行情叫做什么 叫做V型反转啊 这行情叫做V型反转 从最低点冲上来 我问你一件事 最低点冲上来的V型反转 来 最低点冲上来的V型反转 第一阶段都一定是什么最强 你去放空他的股票 等于说人家股票已经要涨了 你在放空 放空等于是这样 加油嘛 他捅他当然涨最凶啊 所以这没有办法 现在你想想看 谁能解释被动元件大涨 谁能解释矽晶元 矽晶元还能够解释 因为他还刚上来 被动元件连续这样子一直吹上去 谁能够解释啊 没有人有办法解释啊 你不要告诉我 他获利很高 我也知道说 这个这样涨 的确是涨太凶了 但是不要忘记了 他像不像当时啊 创意在飙的时候 后来呢 他也没有真的跌下来啊 他也是在那边盘盘盘盘啊 如果你用周线看 他也是盘盘盘啊 我认为被动元件 或者现在在多头的气氛当中 很多股票是涨到没有人追 结果呢 停在那边了 所以那不是放空啊 那也是很吃力啊 今天我只跟你讲这句话了 来 现在的投资朋友 你没发觉行情在走这件事情吗 当时我跟你讲说 这档股票已经压到最低点了 而且呢 底部出了大量 而且呢 KD指标向上背离 当时我跟各位讲说 请你注意哦 如果你用电子股上面看的话 请你看到了 周KD指标向上背离 周RSI 周RSI在下面 周KD在上面向上背离 光是这个短短的一个区间啊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3000到4200 所以请你注意哦 很多股票压到低檔 没有办法再向下压了 结果呢 就一路冲上去 就一路冲上去了 我现在只跟你讲这个了 还有什么股票呢 我认为这是最明显的 各位来看一下 讲终于好了 没有多伟大呢 一根红黑棒 两根红黑棒而已 亲爱的投资朋友 有的时候 老师 六四七二 六四七二 保瑞好飙哦 一个月 两个月而已呢 我现在告诉各位一件事 这个行情最大的特色 只要两个月抓到 甚至只要一个月抓到 只要一个月抓到 我今天还敢拿这个股票跟你讲 一个月抓到 两个月抓到你把它卖掉 你就完全翻身了 你懂我意思了没有 你看二零八的台船 我们现在举台船当例子 你看到没有 当时我跟你说的时候 有没有在涨 没有啊 有涨吗 没有啊 就在这里啊 然后只有这根红黑棒出来一点点 有没有发现啊 你只要好好给我抓住这根红黑棒 只要月线哦 一个月准了 两个月准了 然后你把它卖掉 答案是96%啊 你从这个地方还没开始涨的时候 你跟我讲说 老师跟我一起来掌握 你只要抓住它两个月就好了 不要管那么多啊 一倍啊 最近这种股票很多 两个月就好了 一倍啊 一个月就好了 一倍啊 你要不要跟啊 我就告诉你一件事啊 这叫做标准大转机股啊 你来看一看啊 很多股票呢 我认为啊 条件根本跟台船差不多啊 台船最后证明是什么 是锋利发电的领导股啊 我现在也给你一档 完全还没有涨 你自己来看一下 上下完全一模一样吧 就差什么 就差这个量还没出来 对不对 这一点下去就算不得了 我只告诉你一件事啊 他老爸很有钱啊 这家公司的老爸很有钱啊 台船呢 台船的控股公司当然很有钱 叫做经济部啊 就是国家 这家呢也是超级有钱的啊 超级有钱又在底部啊 又压缩到没有办法再抵下去啊 而且完全还没有涨 整个族群全部涨上去了 你说他会不会涨 这如果涨两个月上来的话 我告诉你 又是一倍 今年的行情就是这样子 大家一看哎呀被动元件低估了 全部买被动元件 哎呀细晶圆低估了 全部买细晶圆 哎呀风力发电低估了 全部买风力发电 标完了之后把它丢一边 当然了我认为风力发电还有机会啦 但是我以后再跟各位说啊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其实有的时候不想这样子说哎 亲爱的猴子朋友啊 这波行情里面不管是宝瑞威胜大峡谷 什么青云 这家也叫宝瑞啊 那个你看一下这个涨多少 这涨254% 这涨192% 这涨191% 这涨1.59倍 这涨什么1.12倍啊 我实话讲一件事啊 除了华欣科跟日戀茂 左灯现在还在涨停板看到没有 除了华欣科跟日戀茂 那现在红州美食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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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季刚啊台庄合一啊 逆风也还算美强 这里啊 除了华欣科跟日戀茂以外 逆风跟左灯其实你还不知道 他利多在哪里 所有的股票你一挡股票 都不知道他利多在哪里啊 那你今天怎么做 这不是我统计的 这是人家发给我说 早上去上通告的时候 我想说顺便把它带回来 跟各位来说明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但是你不要想到一件事 只要给你逮到一次机会啊 两根红黑棒就好了 这两个这只我做过啊 两倍啊 逮到一次就是两倍 你说没有机会吗 你说你不会赚钱吗 没有吧 你从头到尾你都在想一件事嘛 哎呦 这股票这么高了会不会掉下来 我说啊 我现在公开跟你讲一件事情啊 你说老师 今天为什么被动原因就这么强 我今天跟你讲真正的原因好不好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还记不记得啊 前两天的时候 国具被传出一件事情啊 也就是什么 来看清楚吧 二三二七的国具 我说你这个反应你真的必须要做得到啊 也就是他在前面的时候 唯一啊 跑到哪边去了 有一个被野村 有没有 被澄清 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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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 从未对日商春田制作有所接触 各位还记不记得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啊 这是4月26号啊 他说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哦那国具呢 他自己讲啦 说哎这个 这个哦 以前传说什么 我去贿赂春田啊 结果咧 人家中国大陆查没有实据 我现在不论这件事情的一个真跟假 或者说什么情况 你看到这种就是很简单嘛 空猴有没有扳倒他 没有啊 空猴放这种消息的还没把他扳倒 这个时候你还不要把他补起来吗 我现在公开讲一句话 一看这个情况 哎呦 有没有扳倒他 没有啊 股价继续涨 那时候你就要赶快补啦 就不能想那么多啦 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 也许将来有一天证明 哦我不能讲什么 因为这个公开媒体啊 你不管你欣赏他也好 不欣赏他也好 你看这种情况之下 看到没有 人家还控告你耶 结果竟然没倒 那你这个时候你还不赶快闪人啊 股价市长不是在那边跟你争是非对错的 有人说有一天跌下来证明他是对的 现在已经先证明你是错的了 先别管那么多啊 大转击鼓啊 大转击鼓啊 还是这句老话给你啊 掌握两个月啊 完全还没有涨啊 我已经掌握他未来的力多了 想要掌握这档所谓的类似台船第二 但是讲台船第二你会以为是锋利发电 不是锋利发电 完全还没有涨 类似台船期长之前的所谓的技术分析 还有相关条件的 请你想尽办法今天拨通尽责的专线 这档股票马上送到各位的眼前 这时候你应该最重要就是要掌握 我现在讲的这件事 而连接到不是本公司网页以及联网职信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投资朋友 如果想要参加黄老师的会员 请拨打电话02-2752-5868 或者是拨打104查询陈通独顾 以免上当而让财富遭受到损失 参与签02-2752-5868 陈通独顾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通独顾拥有股票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独往独立 陈通独顾值得托付 02-2752-5868 我公开说啊 我也不欣赏国具啊 我现在直接讲 我也不欣赏 不欣赏不代表说这个 你讲他不好 万一他有法律顾问 我也会有麻烦 我只能说我不欣赏 不欣赏的原因是什么 国具在2012年的时候 当时的股价只有9块6毛钱啊 9块6毛钱的时候 国具的老板陈泰民先生 用KKR 用所谓的另外一家叫姚瑞公司啊 去把小股东手上的股票 硬把它洗到自己 洗到 洗到洗到 小股东没有啊 我没有说大股东有哦 哼 讲这个话很累啊 洗到小股东 动回来卖掉嘛 卖掉之后股价大涨嘛 当时还记得讲过一件事说你如果不卖掉 我们没办法集中资金 股价不会上涨 还被人家定了一条叫做国具条款 你还记不记得啊 当时的2327的国具是多少钱 你要看吗 当时的2012年国具只是在这边 9块5毛钱 他是用17块给你买 他认为你赚一倍很够了 可是很多国具的股东是这个时候 在这边吧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从那个时候跌下来的他不愿意卖 他给你洗洗洗洗洗洗洗到最后你没有了 卖了 其实国具没有涨很 涨到900多块了 你要把它还原全值大概是160块 160几块了 所以从当时啊 9块多买下来 涨到160几块啊 大概是接近20倍啊 你当然你可以说陈泰明先生很有眼光啊 什么东西通通买下来 反正现在都是这样写 但是我们说句实在话一点点 你在第一栏的时候 你就拼老命的把这个什么什么 小股东给震出去啊 我想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当然是股价自己震的 我没有说是他震的 股价自己把小股东震出去了 你只能说谁 你只能说你没有他有眼光好不好 我只能话跟你讲这样 但是我现在公开讲的是 4月26号的时候 请你注意一件事情 这绝对是空头的人去放出来的消息 要不然谁会知道说原来啊 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各位看到没有 国际第一季激报 由于预期啊 法人什么要上调 但是发改委消息证实啊 什么国际集团涉嫌贿赂 什么春田公司啊 谁回去放这种消息 当然就是空头放的嘛 空头打不赢的时候 就应该赶快闪啊 你就不用在那边等到今天涨停板啊 对吧 你需要在那边等到今天涨停板吗 不用啊 所以我就这么跟各位讲 当时奇力心你看到没有 奇力心你当时补的话还是赚钱的 他不是没有低点让你赚 但是问题是人家这里是有可以补的 所以股价市场有的时候 你必须要了解说这个前因后果 你当然可以讲说 这个矽晶元涨价有一天会跌下来 油价曾经涨到过150块也是跌下来的 没有错 这是经济循环 但是你不能还没涨到150块 再100块说油价不会涨 我告诉你如果喊这个话 连王永庆如果再试的话 王永庆也会被嘎到倒啊 你懂那意思了没有啊 索罗斯今年之前说输了90几亿 你没听过吗 就是被嘎空啊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多头的循环你要找多头的股票 哈 当时你就说这个不会涨 台船怎么会涨啊 拜托好不好 大雅黄信泽讲讲还真的会涨一下 台船呢 大雅人家赚0.83元 台船-7元 这怎么可能会涨 我告诉你一句话 现在我就把话跟你讲白 也不要讲什么好听的话 在多头的时候 多头的题材 当然要把握啊 特别是还有政府加持的题材啊 那时候你看多少人告诉你 尤其是现在还在放空的 当初还被嘎四七缸 那更不应该 那更不应该 因为我们必须要很直接的讲一件事情 或许国际这个 的确人家是财大势大 人家是有办法让股价撑在这个地方啊 人家这政府的政策在讲 啊你也不听 啊这没有EPS 没有EPS 结果呢还不是一样嘎到最高点 嘎到什么 嘎到融卷完全停止啊 啊你还想怎么样 所以我跟你讲说 在多头的气氛当中 多头的题材 一旦转机出现的时候 啪它就冲上去啊 你懂那意思了没有啊 后面股价回檔之后 才是开始反映它真正的基本面 在它一个所谓的多头题材的时候 多头题材的时候 多头题材的时候 它都会反映 后面才是反映基本面 你不觉得每次在下跌的时候 都听到说 欸郁金光是赚钱的吗 我现在话就跟你讲 讲得明明白白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请你注意一下下 这波黄金真的 也什么也不用跟我看了 就看这张纸就好了 你说这是一张纸 我说不对哦 对我会有朋友 这是大赚耶 这是看对方向 这是避开灾难 因为很多人这样一涨上来的时候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这样 啊糟了 我当时给它卖到最低一点 不知道怎么办 啊这波涨上来 已经涨了 涨了快五百点了 我还要买吗 我还要买吗 你现在最真来的就是这个 还好它都没涨 我顺便告诉各位先生 哇如果它左邻右舍都大涨呢 那它一定会涨 只是还没涨 我们再举一檔股票 蛤 我常常讲说 我不喜欢推荐这个股票 因为我告诉你 你今天买进去你会觉得说 啊老师今天又没涨 啊老师后一周只涨一次啊 老师每个礼拜怎么只涨一点点 但是我是不是告诉你说 台湾股市 育龙还没涨之前 你千万不能把它看扁 育龙 各位看到没有 21.7 你知道它净值多少吗 46块 45.12 换句话说 育龙竟然跌到净值以下 最近育龙城 也就是育龙的土地拿来开发了 拿来一开发 你认为它会不会涨 不过说真的 宣布消息的时候还在那盘整 但是今天又跳红上去了 你能说什么 只能说一件事啊 它真的很有价值啊 但是它还没有涨啊 它一涨上来的时候 诶 就是你的啦 那这当然会比育龙涨得更快 因为育龙实在是太慢了 对吗 你各位想想看 3008的大立光 你当时也觉得它不会涨 你觉得2317的鸿海 也觉得它不会涨 今天鸿海的朋友 大家都在讨论说 剪施之后要不要买 我真的必须要讲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最惨的朋友 可能是今天宣布之前把它卖掉 而在所谓什么 在122块或在10月22号 你看122 10月22 真的是有够准的啊 10月22它是干嘛 iPhone X出来那天啊 哇充满希望 赶快买买买买 最惨的朋友是在这边买进去 到这边的时候把它杀掉 有没有 有啦 怎么会没有 人家也是差不多算过 诶 筹码差不多 它再给你飐的上去了 所以股票市场一定要先规划好吗 先规划好吗 这是5月3号耶 欧洲已经大涨了 我说你不要闭着眼睛做股票 你只有看台湾股市的话 你就是等于闭着眼睛做股票 所以台湾股市一定也会来这一波 欧元不是钱吗 你不要只看上海股市 你只看上海股市 就等于闭着眼睛做股票 不然你以为我跟老天爷借胆子啊 把握最好赚了一大波 全台湾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写 掌声鼓励一下好吗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没有看过第二个节目 敢从5月4号最低点 一路给你这样子写 每天都爱涨 如果你还不选我 我真的不晓得怎么讲啦 这是电视荧光幕耶 这随时可以重播 还有YouTube 我还真的不知道 接下来还能够讲什么 除非你找留钱来变魔术 不然不可能啊 昨天讲空今天讲多 只好这样啊 我看很多分析师都 哎呦前两天看得很坏 今天又突然看得很好 我们不是 我们该转身 我就让你转身了 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叫大转机股啊 大的转机股啊 头肩底都完成啊 只要一根红K棒 大转机股看到没有 头肩底 哎 怎么会涨 一根就好了 等到真的涨上来的时候 今年的特色就是这样 等到真的一点火的时候 那个主力跟中石户 跟高手全部挤进去 你一点都来不及 对吧 蛤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欢迎你想尽办法注意哦 我现在只告诉你一个观念 伦敦涨上来了 欧洲涨上来了 资金涨上来了 那么风力发电股涨上来了 被动元件涨上来 细晶元涨上来了 什么股票还没涨 第一个叫做完全还没涨 第二个是大转机股 想知道什么股票还没涨 而且我已经掌握它非常好 基本面的 欢迎你想尽办法 等一下拨通我们公司的专线 其实每天要讲的 就只有一件事情是对的 我相信现在你已经百分之百知道我是对的啦 我相信之前风力发电没有跟上我的人 现在一定很后悔 我相信这波大涨指数大涨 没有跟我方向的人也非常后悔 但是我认为你还不用那么快后悔 因为真的还有股票完全还没有涨 真的你绝对还有机会 请你想尽办法跟上 这波行情里面方向最为正确的黄敬哲 一定想办法带你掌握这一档 完全还没有涨将来大涨的个股 要是真的吗 比较有点重 一定是给你还用油 一定是给你 wand门的 Пол有点确词 反正所以说